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间日谈 我是艾楚怡 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28号正式宣布要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 投入2024台湾地方选举 成为继侯友宜 柯文哲 赖清德之后 第四位要竞逐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参选人 对此国民党表示 是极度的遗憾 国民党称 郭台铭曾明确的承诺 要支持侯友宜胜选 郭台铭为何要违背对国民党的承诺 参加2024台湾地方选举 有台湾媒体分析 如果郭台铭独立参选 不但没有任何当选的机会 反而实际上等同于保送赖清德上台 郭台铭为何要打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他真的只是一个搅局者吗 郭台铭称 决定参选就是要推进 再也整合 整合才能够胜选 那么郭台铭曾将自己 跟另外两名在野参选人 柯文哲和侯友宜称为三只小猪 他表示三人必须要团结 才能够打掉赖清德这只大野狼 在野党能否实现整合 又能否合力将民进党拉下马 相关的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问题研究学者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于强先生 做分析个点评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千呼万唤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究竟要不要参选台湾2024大选 答案揭晓 郭台铭决定独立参选 意味蓝军恐将面临分裂的局面 但郭台铭表示 他有信心团结非绿阵营 共同下架民进党 我的参选就是要推进在野整合 参选是为了整合 整合才能胜选 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 对外把台湾带向战争的危险 对内充满各种错误 郭台铭强调自己有丰富的实业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坚信自己拥有民意 台铭恳请台湾人民 给我四年的时间 我保证 我会为台湾带来 未来50年的和平 于乡您好 在郭台铭宣布 以独立人的身份参选 这个2024台湾地方选举之后 看到国民党表示说是深表遗憾的 因为郭台铭此前曾经表示说 将会以最大的努力 来支持侯友宜胜选让无能的政府下架 您觉得他为什么要违背对国民党的承诺 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投生其中呢 我觉得郭台铭宣布了之后 其实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说意外吗 又意外又不意外 为什么不意外呢 是因为 在五月份国民党的初选结束之后 那么按说郭台铭已经 这个在初选当中已经输了 那么你也承诺你要支持侯友宜 那么接下来你的这些动作 是应该是支持侯友宜的动作 可是大家看到从五月份之后 六七八 你会发现他很多的动作 那个不是去支持侯友宜的动作 而是他自己想参选的动作 所以在台湾 大概街上随便问一问 大概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 那个样子就是想自己去选 只是说他什么时候宣布 那之前大家就开始猜 有人说是8月初的时候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会宣布 有人猜说8月23号的时候会宣布 那也有人猜说 是不是9月初的时候会宣布 那只是最后他选择了 一个8月28号这个时间 所以也有人在分析说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呢 这个时间他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什么这那的 但是参选这件事情 大概大家一点都不意外 他这么多的动作 包括做了这么多事情 如果他最后说我不选了 那你之前做这么多事情 究竟你在做什么 所以参选大概大家已经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而接下来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是你 台湾今天的确面临很多的问题 他自己在这个记者会上也讲到 对台湾的确面临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两岸的问题 包括像这个经济的问题 这都是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 那么问题是 大家要问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非你不可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现在比如说 像现在看到比如说 柯文哲也好 侯友宜也好 有什么事情是必须你做 而他们两个做不到的事情 那整个记者会看下来 可能很多人听了半天 这个问号一直还在这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郭台铭的角度来讲 郭台铭很想选 四年前就想选 所以四年前的 我想那些事情大家还历历在目 那这一次 等于四年前当时没能如愿 那到今年 今年他72岁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这次还没有成功的话 再过四年 他76岁了 2028年 又能再重来吗 76岁对他来说 他就算是想重来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会问更多的问题 说76岁了 你还能行吗 你还能行吗 所以大概现在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觉得机会 可能再等四年他也等不起了 所以在今年他怎么样都要站出来 想去参选 当然了这个参选 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就一下在台湾政坛就掀起了 这个很多的浪花 目前看到他的民调呢 是支持率是达到12.9% 应该是三个所有候选人当中 最低的一个 您觉得他是一个搅局者吗 你从赖清德的那个表情 包括赖清德身边的那些人 像跟赖清德关系很好的 那个立法机构 有个民意代表叫林俊宪的 你看这些人 他媒体怎么形容他们昨天的表情 叫得意的小 就是那个开心是按捺不住的 虽然他也知道说 这个时候他的所有的表情 都会被大家拿出来分析 但是他们还是按捺不住 那个得意那个开心的表情 也就是说这个参选 其实至少民进党的评估会觉得说 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有利 或者是让他们得到分了 所以但是你在看到像这个 像在野的这个方面上 其实无论是蓝银还是白银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样下去 究竟是不是又增添了新的变数呢 那这样的话会大家整合的难度 你可以看到大家经常会谈更多的谈到 所以难度难度嘛 那是不是你来多了一个人之后 这个难度会更大呢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对于整个选情的影响 到底是谁得分 这个谁有更多的忧虑 其实一目了然 你从政治人物包括他们支持者的那个表情上 都能看得出来 您刚才反问过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郭台铭 您觉得他的优势跟劣势分别是什么 他的胜算有多少 我觉得郭台铭参选最大最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他捐了很多疫苗出来 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候 他捐疫苗这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 台湾确实有很多人是谢谢他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出来参选的话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投你一票 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那么但是问题是 就是你随着郭台铭从今年年初就说要选 一直到现在了 这个感情这么磨磨磨磨下去之后 你会看到那个民调在往下走 也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那个感情会在变淡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他有利的部分 就是他捐疫苗累计的 他的伤人的身份 那些善意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 其实我们说这个叫做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是郭台铭现在应该是东西南北风他都缺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从几个角度上讲 第一个他从来没参加过选举 就是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没有错 可是你在政治上你是一个新鲜人 从20年那个时候 你再看到现在 确实现在的他24年的郭台铭 比20年的郭台铭在政治上 的确是有一些成长 但是到了24年 你会发现他在政治上 经常有的时候会发一些言 你会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商业的思维 商业的思维和政治思维还是不一样 这个中间还是会有些差别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而且你没有参加过选举 就意味着你没有参加过检验 什么叫检验我们都知道 你只要参加选举 那个祖宗十八代 所有的事情都会给你翻出来 那你之前没有参加过选举 那么你投入选举之后 那你的对手会把你过去的很多事情拿出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不能够经得起这样的问和这样的检验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就是民调低 就是现在看起来 现在要参选的四个人当中 你民调是最低的 所以大家现在看起来 大家在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一般来说 你正式宣布参选之后 会有一轮所谓的庆祝行情 就是你的支持者觉得说 参选了 好 我来支持你 所以接下来这一周 本身其实在这个月底 就是台湾民调机构 会有大量的民调开始会 这个公布的时间 那么他又选在这个时间来参选 接下来你可以想象 这一周一定会有很多民调公布 那么这些民调公布之后 大家就会看 说你的庆祝行情究竟有多少 也就是说 在你宣布参选之后 你的民调究竟涨了多少 那么如果说 你的民调涨幅不明显的话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你生意人嘛 生意人讲个开张大吉 对不对 如果你开张没有大吉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路该怎么走 我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更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他要走这个所谓联署的路 联署的路按照台湾地区的规定 就你要宣布你的副手是谁 那这件事情大概在9月中旬的时候 就要跟大家讲了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而且你每天还要在全台湾各地去 这个跑所谓的行程 那么你找副手 你副手找好了没有 台湾能够做副手的人 大概也就那么几个 你选的这个人 一定要让大家眼前一亮 觉得说 这个人选的好 那么如果说你选完之后 大家觉得 哎 这谁啊 那你接下来联署的这个路 肯定会很难 所以这个人 其实能够脏副手的人 大概没几个 而且又让他眼前一亮 留给你的时间又不多了 那么你的副手是谁 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看一看 就是你现在需要有一个团队 然后你会发现说 最近这几个月 谈到郭台铭的时候 那个新闻都是郭台铭 但是你看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就是因为他后面是有一个政党 做支撑的 那么政党有民意代表啊 政党也有一些 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媒体人啊 所以在不同的媒体节目上 这些人会替你讲话 会把你的一些理念 讲给大家听 所以它是一个团队作战 可是问题就在于 大家就会问说你郭台铭 除了郭台铭之外 你团队当中那些 我们都不要说发言人了 就是那些你团队当中选举 特别是对外宣传的人 究竟是谁 因为你接下来要参选 你现在宣布你要参选了 那接下来这个人 这不是一个 这要排出来一排啊 那这些人在哪里 大家也会再看 还有一个问题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就是关于财产的问题 因为毕竟你是个有钱人嘛 那过去你不参选 那没这个问题 现在你要参选了 财产要申报 那你想全台湾 大概几乎所有的人 都很想知道说 你到底有多少钱 你的家底到底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摊 摊在阳光底下 你可以想象 就是当这个一旦公布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那肯定媒体都会仔细地去看啊 仔细地去讨论啊 问题是 这种讨论 对你的选情 是有利还是没有利 一个普通的民众会觉得说 哇 会有民众这样想 哇 你这么有钱啊 那我们普通民众的需求 你真的知道吗 我们想要什么 你真的知道吗 不够接地气 是 他这些问题 大概都是需要 他要面对的问题 有很多分析的声音认为啊 在这个时候 郭台铭宣布 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 投身到2024的选举当中 等于保送赖清德上台 也就是说 反对民进党的力量 越分裂 其实是越有利于赖清德 甚至说赖清德 这次将会躺赢 您觉得郭台铭 投身这次的选战 对接下来的选举 尤其是对国民党的选情 会有怎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那第一个方面是 其实你看 就是当郭台铭宣布之后 你看之前 他在宣布之前的时候 国民党的态度 其实包括侯友宜的态度 你看都是叫做 好言相劝 人至义尽 所以侯友宜不是讲吗 说他好几次去找他 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最后都没见到面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 就是我该做的 我都做到了 但是你没有正式宣布参选之前 那我也就只能做到这里 可是如果说 我好言相劝 人至义尽 你还是参选的话 那么接下来 那很有可能就是 那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就是兼必轻野 所以你看 郭台铭这次参选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就是按说 你看过去这几个月 不是跟国民党很多人士 所谓地方派系 都有互动吗 按说你参选的时候 这对你来说 是个重要的时刻 你应该把这些 支持你的人都找来 对不对 你在表示参选的时候 他们都应该 站在你的身后 对不对 表达支持你 我请问一下现场来了谁 过去跟郭台铭那些互动 那么多的 这些地方派系中 有谁站在他的身后 那为什么没有出现 是因为过去玩暧昧的时候 大家可以玩暧昧 但是一旦你宣布参选了 这个暧昧就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对于国民党来说 那国民党的党记就放在这里 是 就是我们已经提名候选人了 结果你再去跟别的候选人互动的时候 那我们就党记伺候 所以这些地方派系 其实心里也很清楚 这个当中的利害得失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 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最让人这个折磨的 就是那个举棋不定 那个靴子没落下来的时候 那但是真的那个靴子落下来了 其实对大家来说 已经是这样了 那我们就想办法说 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 反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确定了嘛 所以有的是我们最不喜欢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不确定性 那对于国民党来说 这个暧昧已经结束了 你宣布参选了 那接下来国民党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可能对于国民党来说 国民党接下来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且过去 你看这几个月当中 郭台铭一直以来的动作 一直不断 那么就使得整个的选举 就一直围绕着人在打转 就今天郭台铭又说了啥 是不是要参选了 明天郭台铭又去了哪 是不是要参选了 后天谁是谁 因为郭台铭又退党了 那就说明了什么 这种事情一直在绕 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是不利的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确定了 他就是要选 那么这就使得讨论 会从人的内容 转移到政策的内容 也就是说 究竟要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政策 大家拼的是所谓政策的论述 那么这个时候 拼的就是个团队了 因为不仅仅一个人 你身后的有很多很多专 你不可能什么都懂 你身后的有很多的专家 对不对 两岸方面的专家 能源问题的专家 环境问题的专家 方方面面的专家 那你到底 你的团队和别人的团队相比 到底谁强谁弱 那大家就拿出来 一起来溜溜 一起来看看 先谢余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 继续带您关注 郭台铭称 决定参选就是要推进 在野整合 整合才能够胜选 那么在野党三人 各自为战 绿营渔翁得利 在野党能否实现整合 又能否将民进党拉下马 相关话题 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见识谈 欢迎你回来 郭台铭28日宣布 以独立参选人身份 投入台湾2024地方选举 郭台铭称 决定参选就是要推进 在野整合 整合才能胜选 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28日高调宣布 投入2024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并以独立参选人身份 进行联署 还喊出 再也不整合 便宜赖清德的口号 民进党2024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参选人赖清德 出席活动时 被问及看法 他只面带微笑 没有任何回应 国民党籍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看到这样的局面 很难过 非绿阵营 还是应该寻求整合 否则会让支持者失望 据台湾媒体报道 郭台铭曾邀请 柯文哲 侯友宜 一起坐下来喝咖啡 好好谈谈彼此合作 一起团结 下架民进党 打败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郭台铭还引用 三只小猪的故事时说 三只小猪本来是兄弟 就是因为 其中两只猪大哥不团结 才会被大野狼 各个击破 最后还是靠猪小弟 团结大家 打败大野狼 所以要团结组成 主流民意大联盟 团结打败赖清德 这只大野狼 台湾媒体称 郭台铭希望像故事中那样 三只小猪团结一致 击退大野狼 只是谁愿意和 谁愿意退 不到最后 谁都不亮出底牌 刚刚新闻短片当中也提到 郭台铭曾经把自己跟 柯文哲和好友谊 称为是三只小猪 认为他们只有三个人 团结起来 才能够打掉赖清德 这只大野狼 但是目前看起来 三个人似乎都是各自为政 很难团结在一起 您觉得原因有哪些呢 三只小猪到底谁当大哥 谁都想当大哥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整合要怎么谈 首先这个整合谈什么 是谈一个结果还是谈一个方法 谈一个结果的意思是 谁来当大哥 那其他的两位肯定会觉得说 你民调最低 你天天说着想当大哥 那我们凭什么让你当大哥 你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做不到的 你才能当这个大哥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整合需要 两个人谈整合 比较好谈 其实也不好谈 因为谁当大哥 已经不好谈了 但是两个人有一个 就是两个人首先 保密的问题能解决 就是我们俩这事 我们俩说 那么如果外人知道了 我没说 那一定是你说的 这事就比较好 建立起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系 或者说大家有一个信任 三个人就不好说了 因为三个人的话 我不说 这有俩呢 到底谁说出去 谁都不知道 所以三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 很有可能 最后的结果 就是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都在想 我讲的每一句话 外界都会知道 那个信任关系 很难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两个人 那最后的结果 一个正一个负 至少两个人都有位子 可是三个人 最后的结果 一定会有一个人 没有位子 这个就让大家想到 那个二淘杀三世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最后谁退 为什么而退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就是你谈 到底谈什么 你是谈一个方法 还是谈一个结果 如果谈一个结果 说我们最 我们三个人坐下来谈 最后决定一个正 一个负 一个出局的话 谈多少次 怎么谈出这个结果来 所以现在有人提了一个方案 说 说那我们就谈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来 这个设计一个规则 三个人只要都同意 比如说我们在10月底 或者11月初 我们再做一次民调 对吧 然后做民调的方法 大家都同意 那么最后呢 就是民调最高的当老大 民调第二的当副手 那么民调第三的呢 来这个来给他们抬轿子 来辅选 那问题是 这个方案大家接受吗 有人提啊 现在这个台湾媒体 已经有人提出来这个方案了 问题是这个方案 会接受吗 郭台铭的想法 肯定是这样的 郭台铭会觉得说 他首先要去谈 他和柯文哲的合作 就他也知道 三个人放在一起谈 是很难谈的 所以他觉得 第一步先两两谈 他先去跟柯文哲谈 他为什么首先要去 突破柯文哲呢 是因为他 你想他去跟 如果他去跟侯友谊谈的话 如果你是侯友谊的话 你上来 你第一句话就是 郭董啊 您不是说要支持我吗 那这话现在还有效吗 如果这话现在没效的话 那咱今天谈的事 就算谈定了 我凭什么相信 出了门 您还认这账吗 所以他的想法一定是 我先去跟柯文哲谈 如果跟柯文哲谈定了之后 再跑去跟侯友谊谈 说我已经你看 三个人当中 我们俩都整合好了 那你看着办 可能会对侯友谊形成压力 可是问题在于 他跟柯文哲谈 他的设想是什么 是他当老大 所谓郭柯沛 郭柯沛 一直是他讲的吗 对于柯文哲来说 我们俩谈整合 上来之后 你先让我叫你一声大哥 那我们谈什么 谈是 大家先坐下来 有什么事情 你有想法 我有想法 你的要求是 先让我上来 先喊一声歌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谈呢 所以这个谈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是 大家都觉得说 应该整合 应该谈 可是这个谈的过程 你会发现非常的复杂 但是有分析认为 他跟柯文哲 是最好谈的 因为柯文哲没钱没人 但是郭台铭有钱有人 两个人是互补性最强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从几个角度上讲 那第一个角度是 过去郭台铭和柯文哲的互动 愉快吗 一说起 柯文哲和郭台铭的互动 大家就会想到 五月底的金门的海边 那个时候 郭台铭等于是到 柯文哲住的地方 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一看 这都已经上了门了 你说不见也不合适 那两个人在金门的海边 然后聊 什么看星星 什么这 看大海了 那然后后来呢 后来第二天 不是 郭台铭讲说 我忘记了 然后 柯文哲在八月份的时候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讲到五月底 那个金门海边 跟郭台铭互动的经历 柯文哲当时怎么讲呢 他用了一个词 他用了一个字 叫下 惊吓的下 然后他说他心里面 想起那一段 圈圈叉叉 那个圈圈叉叉 那肯定就是 不高兴的 或者说骂人的话嘛 所以那段经历 你想 有没有让两个人的互信增加 大概没有吧 而且 后来郭台铭会讲过一些话 比如说 郭台铭说 说我要并购民众党 这是郭台铭讲的话 一个商人 讲起并购并购 你在商场上 今天并购这个公司 明天并购那个公司 可是这是政治 这不是商场 当你已经放出话来说 我要并购的时候 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跟郭台铭的互动 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互动不好 民众就会觉得说 你真的动了 被并购的想法了 是不是 他花了什么东西 他用了什么东西 让你起心动念 那接下来 请问一下 柯文哲和台湾民众党 在整个台湾的政坛上 接下来要怎么走 目前看到台湾岛内 反对民进党的声音 已经高达60% 反过来看 赖清德的支持率是破四了 是遥遥领先 如果说非绿阵营 真的可以团结在一起 您觉得赢面有多大呢 非绿阵营 因为整合这件事情 我们说它其实不是一个数学体 它是一个化学体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非绿阵营 真的整合成功 一组候选人马 你想 有很多的支持者 大家士气大振 就觉得说 我们有希望能赢 所以可能这个支持者呢 本来没想出来投票 但是我觉得 我这票很关键 因为我这票投下去 就有可能会赢的时候 那个支持者的士气 那个感觉出来了 那这个票就会增加 所以它并不是 把三个人的支持度 现在加在一起 这么简单 很可能会增加 那当然 我们说这个化学体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 我们知道柯文哲 所谓跨越蓝绿 他的支持者当中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 这个浅绿的支持者 那么整合成功之后 那么这些浅绿的支持者 这些票 到底有多大的比例 能够完全地去转过来 去支持这个 整合成功的这组人马 所以那像这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其实对于他们现在 对于非绿 这三组人马来说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 你会发现最近 特别是这两周 台湾很多的 非绿的支持者 已经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不管你是喝咖啡 你是喝奶茶 你还是喝果汁 我不管你坐下来 是吃米饭 吃炒菜 还是吃火锅 你如果这么磨下去 磨到最后的话 那很有可能 支持者的热情 就被磨没了 那如果支持者的热情 被磨没了之后 你想 2024年 不仅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还要选立法机构的 民意代表呢 如果支持者觉得说 哎呀 台湾有句话叫 歹息脱捧 就是你们这些人 到底有没有个结果 如果支持者 那个热情被磨没的话 那么 那个 再也整合 就算将来整合成功 那么 那个支持度 究竟会有多少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好 非常感谢 于显然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识谈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